- 黄金研究科技術 -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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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们就先把美国FDA approved的2800多个化合物 當然再加上一些中草藥這一方面相關的 還有保健食品 我們就在想說 是不是能夠把我們手上有的這些化合物 能夠儘快來做一些篩選 找到的這幾個化合物 然後我們用水來當作對照 那這個一般的這個倉鼠 然後他只給他水 然後進行攻堵 他的肺部裡面 他的病毒量大概有10的七次方 那我們用我們這些化合物 他可以把他的那個肺部的病毒量可以減輕 那比如說像這個沒有奎鈴 他從10的七次方 然後降低到他10的六次方 大概有將近可以抑制10倍的這個病毒的量 這個就已經算是蠻不錯的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看一至一半的這個濃度 那所以在這邊在藥物方面 我們有找到像這個沒有奎鈴 奈菲娜韋還有流鳥飄靈 這三個是已經知道的藥 那另外就是在一般的這種保健食品裡面 我們有找到就像靈芝的萃取物 那個多糖體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紫蘇還有薄荷 那紫蘇跟薄荷這個我想是一般我們很常見 甚至於很多人可能都有 平常可能都有泡茶或是把蔥泡來喝 西藥的這一邊因為它是單一的化合物 所以它在作用的激轉這一塊會比較容易來看了解 那至於保健食品的這一塊 因為它是屬於全株的這一個植物來做萃取 那所以這個地方成分比較多 那所以機制的這一塊目前我們還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因為當然中西藥不能混在一起 那所有這一些因為都只是在細胞跟動物的層次來做 還沒有做到人體 那目前就是像以 我們剛剛看到最常見這種紫蘇或是薄荷 這一類就是它的熱水的萃取物 然後就可以有這個保護的功能 其實我覺得要吃這個藥 你單獨要靠藥把我們的疾病病毒給消滅 那是很困難的 但是喝藥的好處是 在你感染的初期或是你沒有感染的時候 尤其是在感染初期病毒量還少的時候 你吃了藥多少多少可以把病毒的量降低 降低蠻多的 即使從七十分到六十分 你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毒了 是不是 那病毒量變少 這時候我們自己的升級的免疫能力 就可以充分發揮它的功能 所以我們不是只希望藥可以把病毒殺死 我們希望藉由藥的輔助 能夠讓我們升級的免疫力 發揮更大的功能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我們的預防 或是治療疾病的一個效果